法委員陳玉珍講出來說 口罩現在藥局在賣 那一片五塊錢 是已經包含了運費物流在裡面了 那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就叫侮辱大家的智商 為什麼呢 陳玉珍還算給你聽 這五塊錢的藥局賣的口罩 2.5塊是這個口罩的錢 另外2.5塊叫做你的物流的錢 可是各位要先 我們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 這一次除了剛剛柏亞講的 在網路上你可以預購 然後到超商取貨 現在所謂的2.0版 讓你免排隊的這個銷售方式 它跟原來在藥局有什麼不一樣 除了你剛剛講的 這個系統建制之外 它最明顯你看得到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這個圖 我們目前藥局的做法是 從工廠先配送到哪裡去 口罩做完了 從工廠送到郵局 從郵局再送到藥局的門市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三個路線 但是你如果去看 現在新的方式是什麼呢 它是從工廠然後運到哪裡去 它是從工廠配送到 我們看到到這個 等一下喔 它從工廠配送到郵局去 從郵局送到超商物流中心 那送到超商物流中心是為什麼呢 因為超商的物流中心要幫你把口罩 三個一片三個一片分 你到超商門市去的時候 超商店員不用再幫你分 那你就變成超商店員 直接把貨給你就好 所以物流中心分完了 再送到超商門市去 所以它跟原來的差別在哪裡 它差別在於 它都有兩個費用 第一個 它從郵局到物流中心的錢 這個費用是原來沒有的 第二個 物流中心幫你分拆的錢 這個也是原來沒有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筆錢 都是本來那個五塊錢的口罩沒有的 所以才會從五塊錢 我們看到說 它今天要加一筆什麼呢 加一筆七塊錢的運費 等於每片口罩多了兩塊多左右 好 我請問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這一個口罩 如果你讓超商店員省一點功夫 有人可以幫你把它包裝好 請問你願不願意出這七塊錢 你願意 那你就網路訂購 然後你到超商取貨 你如果不願意 那你就到門市去排隊 那我請問各位當政府多提供一個選擇 多提供一個方法 請問這個叫進步還是叫退步 這就是進步了 因為我多給你一個選擇了 你如果不願意的 你還是可以選擇 我不付七塊 我回到藥局去拿貨 你如果覺得我要省時間 那我七塊錢 人家幫我包裝好 我甘願給他 那你就選擇網路訂購 到實體去取貨 所以人家多做給你選擇 不是很好嗎 那你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出來混淆視聽呢 你所講的話不但沒有禁設性 而且你還混淆了大家的資訊 因為很明顯的 你講了說那個包含物流處理成本 其實這句話本身就是錯的 那你一個立委在問政 你拿錯的資訊 在疫情敏感的時候去誤導公眾 我請問你這算不算是謠言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 陳玉珍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讓什麼呢 會讓整個國民黨去概括承受 那我請問一下在這個時間點 難道國民黨的黨主席 不需要像剛剛柏亞講的江啟成 你要不要出來管一管嗎 不過所以民進黨的立委就酸成玉珍 夾到手續醫院看病更貴啊 所以問一下這個佩芬姐 你怎麼看這個藍營這幾個人 對口罩這樣一個說法 但是不要忘了 這個翁總軍對於凍結防預算 這些他非常生氣 我幫你們把荷包好好把關 監督預算有錯嗎 所以我們大家都不懂得感恩的意思 就對了啦 然後另外韓國瑜最好笑 韓國瑜已經想到疫情結束了 我要蓋一個這個香港村 如果馬來西亞來的話 搞不好到時候還有一個馬來西亞村 然後這個鄭道新 他們的新聞局長還說 你看看全台灣這麼有決心的 除了韓國瑜還有誰 你怎麼看這幾個人的現在的做法 先講韓國瑜 韓國瑜說要成立香港村 記不記得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說高雄可以獨立成一個區塊 因為高雄有港有工廠有陸地 然後他事實上可以獨立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說 他為什麼高雄根本就沒有國企業 沒有總理一項 就是一個高字 他就然後還發高雄幣 還記不記得 他說可以在超商用高雄幣 所以他事實上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那獨立的東西有香港村 有馬來西亞村 很正常啊 搞不好還有那個台胞村之類的 說不定 所以換句話說他其實老早就這樣覺得 所以他如果說他真的要選總統的話 他就整個台灣是另外一回事 那只是就像學偉說還好今天他沒當選 我覺得的話 台灣今天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你可能是每個區塊就變成一個區塊的東西 那這然後補充一點剛剛講說有11個人沒有打機 然後18個人拒檢 好像說那11個人的說法是說 偉航剛剛講的沒錯 他覺得說武漢現在情況已經不像當初風聲喝淚 所以他現在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回台灣還要再你知道在武漢已經關了一個多月 回台灣還要隔離14天 他就搞了半天就是說太辛苦 所以他就乾脆就不去 那另外那18個拒檢還有就沒去的就說 因為有小民 就是說他那個有很多是在大陸的這個配偶 離了婚但是有前夫的孩子很小 要上機帶著一起回來 那種根本不可能 所以那個小民就會被隔絕 那然後這個連這個媽媽就想說 算了不能把那個小民留在那邊 所以就不來 有的可能我覺得那個理由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台胞真的有很多是在大陸有配偶 然後那個配偶前面可能有婚姻 然後也有孩子 那就是所謂的小民 這就是當初我們質疑的 所以馬英九才說讓這些人通通都回來 對 這就是馬英九後來講 就是說配偶 然後他們的子女就是指了這些 所以我想那18個人不去檢驗 我覺得倒不是身體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的問題比較重 因為所謂18個 一家四口就四個啦 所以18個你搞不好 只個家庭而已 那另外這些國民黨這些立委 我常常講說他們今天是在野 他如果不講一點話的話 好像他沒做事 我覺得可能這是他們的心態 另外就是說你本來五塊錢 一個現在變成還要兩個十塊 還要三個十五塊 你還要收七塊錢 他就是說好像是幫人家在把關 但是我覺得剛剛大家提的 我覺得一個合理的說法就是說 我現在提供你一個多元的選擇 原來是你要去排隊 那像我就根本沒辦法去排隊 但是你說上網 我大概也不會去上網 所以我就不會去考慮這個 但是他們就抓到這個七塊錢 然後拿來談 那我覺得他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 他覺得他抓到一個問題 抓到一個點 然後就拿出來講 但是我覺得是提供一個多元的選擇 而且我覺得當初我跟學委 強調的就是量力而為 口罩問題一直是爭議的問題 但是他從當初七塊錢 不是七天兩個 我們不是就說嗎 為什麼是兩個 因為一開始叫大家不要戴口罩 事實上就是口罩的數量 等到後來賣賣賣賣賣數量有了 就是七天買兩個 那現在更多就七天三個 搞不好將來還七天五個之類 因為你現在生產量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那是量力而為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